美国白宫请愿网站所谓呼吁美国正式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的请愿案达到10万人门槛 白宫官员将在60天内做出回应 台当局对外交往部门表示 相关请愿案是美国民众自发性的活动 对此表示尊重 国台办16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来看新闻发言人马小光的回应 这是一场闹剧 不值一评 那么显然 这不是什么自发的活动 这是台独势力 那么身像 这个网站的黑手